鼓動公開支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支一定金額 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訂支 本案定期繼續討論 宣讀完畢 好 請問各位委員 上次會議議事錄有錯誤或遺漏 如果沒有 我們就確定議事錄 是 稍等一下 我們 稍等一下 我們議事錄還沒有確定 議事錄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議事錄確定 我跟大家報告 各位委員 讓我處理 等一下 讓我處理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列席官員 然後呢 在報告之前 報告之前 讓各位程序發言 好不好 報告之前 讓各位程序發言 提案說明 提案說明 我們都稍晚了 好不好 今天是 讓我們介紹列席官員 我們在介紹列席官員的時候 各位如果要程序發言 請各位到這個台前來 主席台登記 程序發言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那個放在那邊好不好 執行 Yang 程序發言 每一位發言時間兩分鐘 當然 現在沒有竊 兩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plante 兩分三十秒 好 我们介绍行政院简太郎秘书长 综合业务处严锡林处长 法规会刘文氏主委 法务部李金定参事 司法院民事厅陈立林法官 刑事厅徐永黄法官 行政诉讼及惩戒厅杨坤桥法官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编子处副署长 国库署张艺兴副署长 教育部高等教育师良学政专门委员 教育部技术及职业教育师江秀朱专门委员 国教署密师署卓宋主任 文化部艺术发展司张慧君副司长 人事处副署长陈素芝 人文及出版司专门委员邓美荣 中任纪念堂管理处林慧芬处长 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王毅群主任 国发会社会发展处张富林专门委员 档案管理局陈旭林局长 内政部明政司刘立方专门委员 地政司陈杰宗专门委员 总统府第一局蔡梅丽专门委员 第二局韩国锋参议 第三局吴永禄参议 国使馆陈立文主任秘书 编审处张士英处长 监察院司法及预政委员会 王增华主任秘书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编组人力处李静怡专门委员 全训部法规司黄慧琴检任视察 国防部法律事务司法律服务处金欧处长 政务办公室文书档案处蔡震首上校 卫福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陈青梅检任计证 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陈梅英专门委员 财南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廖继斌执行长 好以上介绍这个列席的官员 我们今天是审查本院民进党党团拟据之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案 那我们现在有 我们现在有这个同仁登记程序发言 每一位发言时间三分钟 来 非本委员会的 非本委员会的 非 我们 好了 请坐了 非本委员会就是会议询问 那么各位是要会议询问跟程序发言都一起还是要分开处理 就一起了 好 好那我们照这个 会议学问要长一点 三四秒就好了 哦好 是什么东西 送来了吗 这个 好在会在这个程序发言之前 我跟法务部提醒 昨天我们在会议中 要了有四个机关 总共有五份资料 有五份资料 那么现在呢 外交部 法务部调查局 跟陆委会的报告已经送到主席台 法务部的两份报告 昨天要求是今天开会前要送到 还没有送到 那么请法务部的代表李金定参事 麻烦请示一下 法务部是不打算送了 或者是到底什么时候会送到 等一下 现在马上送是不是 好谢谢啊 好我们现在开始 会议这个会议讯计程序发言 每一位三分钟 我们请赖世保委员 来主席 那么各位先进 谢谢主席英明啊 这个没有在柯总召的淫威之下屈服 还是让一定有一定的程序 有一定的程序正义 让我们这个发言 没有啦 谢谢主席给我三分钟 第一个 我们很厉害的 今天要这么快的审 这一次的所谓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那么各位都了解 转型正义 你翻开危机百科全书是什么 基本上是说一个非民主国家 迈向民主国家 然后针对过去非民主国家的时代 他对于人权的破坏 他对一些的司法不正义 他对一些 一些违法的事情 他进行类似平反的工作 你查一查 这个定义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台湾难道 现在才民主吗 2000年到2008年 陈水扁执政民进党执政 那时候不叫民主国家吗 那时候已经搞了一次转型正义啊 现在要搞转型正义啊 为什么马云九时候就不搞转型正义 因为马云九守法 知道说也有很多不正义啊 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很多不正义 比如说二次金改不正义 比如说他的海角七号不正义 他的麦官不正义 他的龙坛受地案是不正义 这么多的不正义 马政府怎么处理 透过司法嘛 这孤立雄专家都很清楚的嘛 一切透过司法 这是民主国家的一个征替 我们很厉害的看到 我们很厉害的看到 民进党假借着所谓的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行使这个斗争清算之时 道道弟弟的违宪 今天我已经读了 我们的行政院秘书长 写的非常清楚 宪法征修条文第三条 第三条第三项 规定的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是什么 国家机关的职权 设立程序等等 要法律定制啊 好了 好了对他们说要律法 各位 我仔细读了民进党版本 第八条 第八条规定 主委副主委 及其他委员为专论 各位 民进党的官蔡英文 可以派五千多个人 那些没搞啦 官不够做啦 太多人想做官啦 想这个地方来增加官位 也用自己来做啦 第八条很清楚的 这个叫行政院扩權自肥 第十七条 我这个叫警總在线条款 各位 你看一看 讀一讀民进党的版本 第十七条 要叫憲兵協同调查 各位 这个条文 如果按照民进党条文 各位 每天晚上你睡不着觉啊 因為哪一天的北桃空啊 憲兵以前的北桃空啊 在白朵翁啊 他就到你家敲敲門 哎 你们家有一尊哦 这个转型不正义的那个雕像在那里啦 我们查一查 有没有蒋公同像 有没有孙中生先生的同像 查一查 有的话抓起来 第二天不见了 枪毙了 叫做警总在线条款 第十七条 所以 这个法案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 他是用假借转型正义委员会 底下的委员 行使侵犯司法权 他可以去调查 他可以找陷阱帮助 然后 这不是希特勒 这不是法西斯 什么叫做法西斯 各位 这个条文 真的 我们最后一句话 我语重欣赏的讲 他四大方面 党产处理了啊 我们希望趕快处理啊 趕快去审啊 不当党产 趕快去审理 我们乐盡情景去审啊 党案开放 我们乐盡开放党案法 趕快去弄 其他的一样 那些什么 什么你们认为讨厌的意识形态的 Statute那个雕像 都有相关的单位在处理 你各自修法 我们都没有意见 你看 你的不当党产 我们都配合你们啊 跟你们一起审啊 为什么现在没有进度 认真去审啊 对不对 突然转来这里 转来这里我就有一个嘛 第一个 官位不够多 想要多设官位 各位 蔡英文可以指定 五千多个官位啊 还嫌的不够多啊 第八条就是 主委副主委 还有三任的 这个这个委员是专任 第十七条 警总付辟 警总在线条款 各位 转型正义 按照这个条案来讲 转型转来转去啊 转成绿色恐怖 转成绿色警总 转成绿色独裁 各位 我们绝对强力的反对 因为他真的慢慢看到了 武则天当政底下 虽然朝代不一样 可是很可能就是 武则天的朝代底下 设置一个未来的一个动场 这是国家的悲哀啊 我们希望 拥有绝大权力的民进党 要三思再三思啊 不需要谦卑啦 三思就好了 想三变 老柯啊 晚上回家的时候 枕头睡觉 垫高一点 你的第八条 你的第十七条 怎么面对老百姓 怎么面对群众 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你们 交给你们 不是让你们独裁 交给你们 不是让你们说 哦 警总付辟啊 想到警总付辟 我就想到以前的白斗翁啊 我就北逃口啊 那个叫做宪兵 好啦 因为这个 谢谢主席的这个 这个英明的决断 让我讲话 所以最后一句话 各位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拥新之前 不应该审查这个法案 或者最少要开机场公听会 拟据更多的共识 全世界对付转型争议 真正对付的就是人权的问题 我们都有人权委员会了 其实转型争议 每年再转 应该要做的是面对司法 台湾已经是民主国家 台湾不是极权国家 谢谢 谢谢 谢谢赖委员 稍等一下 我做一个宣告 这个我怕这个各位 这个有点紧张 这个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的这个程序啊 基本上我们不会 绝对不会进入到竹条 我们今天是在 本来就是 这个寻达之后啊 那么 本来就打算要安排公听会 那么 如果林维州委员 在当主席的时候 也愿意 排公听会 那当然很欢迎 但是我本人担任主席的时候 一定会安排公听会 我再一次强调 今天不会进入竹条 那我怕等一下各位 这个在程序上面 对我们今天的会议 有所质疑啊 所以跟大家做一个 报告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程序的发言 我们登记到 9点30分截止 好我们请林德副委员 主席 各位同仁 我想 有关于今天这个促转会 这是全国人民 大家都在关注 那刚刚主席有特别宣布说 这个也要透过公听会 我想 过去啊 胡茂 在全省一共办了20场的公听会 那我认为说 这么大的一个案子 应该也要公听会 最少要办个5场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 他几乎啊 这一次整个促转会里面 他涵盖的 几乎所有的权都扩充了 包括行政立法 司法考试监察 5权啊 几乎都涵盖在 这个促转会里面 尤其刚刚 我们这个赖世保赖委员 他特别提到说 这个第17条 我就觉得很纳闷啊 先前才献说 哎 法案已经上了 要献说献兵的搜索权 搜索权 现在啊 又要献兵去协助 哎 来搜搜索 那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逻辑 什么思维 一下子献说 一下子又要献兵啊 来做协助 甚至于调查权啊 呃这个拥有 变成什么 变成特务啊 变成特务啊 所以说哦 我认为 今天这个促转会啊 哦 这个要在这里 哦这个 当然 因为前天啊 呼吁没有过 哦就是 照民进党的意思 哦 那没有过 这个马上就 今天星期四 哎星期二 呼吁没有过 星期四马上排 哦 我认为民进党在急什么 你们520以后是全面执政啊 但是 是全面执政 嘴巴讲是转型正义 实际上啊 所做的 我跟大家报告 转型正义啊 是不是有符合宪政的体制 我们今天看到行政院里面内容的报告 哦 我们都知道 现在 政府在组织改造 在缩编 结果 在行政界下面的二级机关啊 二级机关最多只能三个 哦就是公平会 哦 还有 呃这个 我们中选会 以及啊 国家通讯 呃这个 呃这个 转那个转播委员会 这只有这三个独立单位啊 结果你现在又扩 变成第四个单位 这个已经抵触到 我们整个主改里面的 实质的内容 而且 主改是说编 你是扩编 另外 促转会啊 不但是 违线扩权 破坏权力的分离原则 甚至于啊 促转会 他的设置啊 违背政府 哦 这个可以说 组织再造 里面 他现在是 跌床嫁务 那要是 这个 我们今天要促转会 能够通过的话 那 这个司法院 直太于何处 我们监察院 直太于何处 以后这个 这个促转会啊 他的权力是 无上大 无上大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说 在这个促转会 呃里面还有很多啦 包括我再讲几条 哦 这个可以任用调用人 来破坏整个行政 呃这个组织 人事的稳定 促转会啊 他 也可以 呃用一些就是 法律 这个 不明确的这些语言 然后 呃作为他们的一个原则 甚至于 甚至于 他还可以 呃这个 致意 侵入人民的财产 违反 第十五条 保障人民财产的意志 还有 无限期的禁止 争议 党产的处分 违背 呃这个 法治 国 这个 原则的一个精神 所以说我认为说 其实这个促转会里面哦 很多很多 我认为有需要探讨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求主席 在要审理前 哦 我们一定要多开几场总共庭会 让全国人民了解说 到底 这个促转会 他到底是正义不正义 不要打着正义之名 到最后啊 就是 行什么 清算斗争之时 哦 而且 我们都很清楚嘛 对不对 我们这个 马上要兼任的蔡总统 他一直在想说谦卑谦卑在谦卑 但是我所看到的 他是利用这个委员会来 追杀追杀 再追杀 这就很明显嘛 对不对 今天一切要依法 对不对 你要是认为说 在整个过程里面 有哪些是违法乱纪 不对的 你都可以透过 去举发 去检举 有说司法法制 检调单位来调查 哦 就像这次浩鼎案一样啊 对不对 最后 对不对 司法检调也是介入啊 结果也去搜索 也扣押啊 等等啊 对不对 我认为 我们不要 破坏整个政府的制度 哦 我们一定要 照整个宪法的体制来走 以上 谢谢 谢谢 如果 请各位同仁 如果已经这个表达过的意思 就不需要重复表达了 然后我们请孔文吉委员 好 好 主席啊各位 大家早安啊 剛才我非常同意主席 今天不會進入主條 而且將來要開公聽會 那我們國民黨是主張 這個轉型正義這個議題很大 不是說只有開五場 我覺得可以開十八場 跟那個憲法 我們那個修正的那個一樣的